大家好,欢迎开转地区的学生,学习,甚至按照的重要性 欢迎关加富基金会邀请小朋友来参加苏家的赢队 当中库顶有教育大家如何在万楼上保护自己 也带着他们来学习,保有心态 在赢队最后一天,大家也要够提合很苦作为来赏 也用赢队的库顶奉护大家的赢队 大家欢迎来比赛要来作为合作提到第一名 这是家富基金会为了要让大家学习,赢队安全的重要性 邀请开车的赢队作为来参加赢队 当中有教大家的实在如何保护自己 也带着他们保有心态 在赢队的最后一天,也让大家作为来赢队 今天我来到这个水池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个水池是让你玩水,让我们学到了水域安全 这几天玩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比较好玩 我在这边跟大家玩水很开心 我明年还会继续参加 我是实习生,然后今年属在回来,回来园林家福实习 希望这次活动可以带给他们,让他们的童年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这边邀请开车的小朋友是希望他们在苏格期间 我们可以实习生水安全的重要 同时也让他们提供原海地区的计划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举办在海线的夏令营 我们第一点选择在海线,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方式 让孩子靠近海线的乡镇,然后让他们对于水域的安全有多加的认识 然后我们第三天安排孩子来这边玩水,让他们体验在地的特色 然后也让孩子了解到就是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预队除了让核心实在水域安全,也在库庭中教大家如何在网路上保护自己 基金会也配合联合国的宽保理念,担任大家的保有环境 主题其实结合了两个大重要的议题 一个是儿童权力公约,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说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表意权跟游戏权 然后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另外一个结合主题是SDGS,就是联合国的那个环境保育的议题 那我们这一次有带孩子呢,认识海洋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然后有带他们去进他,然后有带他们去做一些闯光活动 那希望说孩子们以身作者,从自己学会就是如何去减少垃圾量 苏卡期间,很多人都会到海边算水,水有的安全是非常重要 当时也让孩子们更加实在海洋,也做会度过快乐的苏卡 记得大家先采访报道